破 破 的基本意思是这样子 例如这边有一张卫生纸 有一张纸 撕裂 就是破 的意思 那还有什么东西要这样子弄破呢? 有一些约定 约束 如果是你没有旅行的话 就是像把一个契约书死掉一样 这个就是破 的意思 那我们看第一句 約束 を破ったら 許しませんよ 約束 を破ったら 許しませんよ 汉字念法 約束 を破ったら 許しませんよ 什么意思呢? 約束 を破ったら 意思是你没有旅行 約束 我们的约束的话呢? 許しませんよ 我不原諒你よ 許しません 不原諒你的 たら 就是 的 話 的 話 可以嗎? 也可以順便練習一下這個 たら 的 用法哦 好 好 好 蘑菇